《扶貧智庫》在201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大家好 今集很榮幸邀請到Maggie Maggie是深井預記燒鵝的負責人 大家見到她年輕入圍 日常工作的壓力不少 今天邀請Maggie上來 想和大家分享過往這十年 在她身上發生過甚麼事 她工作上特別是家族生意 她的發展和她遇到的困難是怎樣 加上她本身讀書和她所學習的東西 也有些新的思維 她怎樣應用在工作上 和日常之中的難處和挑戰是怎樣的 希望你的分享可以幫年輕人 啟發到她們的想法 我們開始好嗎 好啊 Maggie 我想問一下 我認識你也有幾年的時間 也有差不多五年至六年的時間 我認識你的時候 你應該是剛出來讀書做事的時間 是的 我之前說有關你個人的事 我想問一下你日常工作之中 你最常會做到和參與到的工作成績是哪一部分 其實因為家裏是做飲食 家庭生意 家族 都是主力幫助家裏處理文書方面 譬如寫字樓 會計或是對外的事務 反而是假期 假期譬如五六天的夜晚 通常會忙一點 就會真是在舖面幫忙 再了解一下整體的運作是怎樣的 但是多數時間都會在寫字樓多 是的 你家族之中我知道 我也有少許認識 你的家族其實都很大 在這個結構之下 其實你如果做現在傳統的生意 其實燒鵝我都吃過 你燒鵝也很好吃 多謝 這不是做告白 但是我都很想知道 譬如你這麼多年維繫到的傳統 怎樣可以交在你手上 一方面維繫之餘 有一些創新性的事可以試 首先或者我講一講 其實就是 公司 即是預記 就是由我公公婆婆創立的 然後就 我想知道有多少年歷史 1958年 直到現在 已經五十多年了 是的 由我公公婆婆創立 之後就是 我現在正式來講 其實我媽媽就是主持人 是 去到這個階段也是看我們第三代 第三代會不會有意思想繼續做下去 這個家庭模式就很有趣的 我公公婆婆婆有五個子女 我媽媽其實就是排第三 明白 我對上有兩個舅父 然後下面有一個舅父 很複雜 是的 其實也很複雜 但是因為很多人可能傳統的 就是這樣做 就做了 因為在我媽媽 在她十幾歲的時候 那我的舅父 阿姨 她們就去了外國 因為她們想去外國闖下 去讀書也好 什麼都好 那我公公婆婆也給了這個機會 她們 就唯獨我媽媽 其實小學畢業之後 其實她是有機會 是可以 她也是升了上中學 但是她最後決定 她放棄她的學業 她就全時間 就回了去預記幫我公公婆婆 明白 久而久之她在公司的時間 就最多 之後也是她是 最有興趣的那個 所以就最後 其實 你說是不是叫一個正式的接棒 交了給我媽媽 其實不是的 我們現在在家族裏面 我每一個舅父 她們的妻子 又或者我阿姨 她們的丈夫 都是一起經營這間店 只不過是在不同的階段 就可能會移民去外國 在現在這個階段 主力就是我媽媽 我一個小的舅父 以及另外一個義長 這個模式下 其實家庭 我們一向家庭都很融合 是很有趣的 在店舖裏面 你喊來喊去 你會聽到一些 舅父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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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很開心 其實是很開心的 即是你那個環境 好像真的在家裏面 這個模式 一直帶來 都五十多年 都一直運作得很好 但到你這個年代 對於你來說 你其實會不會覺得 家族的生意 或者是比較傳統的做法 我知道你是很尋求突破 和新思維的人 你會覺得在這方面 有些比較難協調的地方 其實會的 因為始終他們上一代 即是我父母那一代 他們的學識水平不高 用一個很中國人的思想 就是 總之大家一起努力 甚麼事都可以解決 又或者是很多事情 都會變成說人情 可能很多事情都會說 沒有所謂 這麼多年 但是我想去到我現在 那個主體的大方向 我絕對都是認同的 因為無論做任何生意 我相信是 真的以和為貴 又或者是 大家都應該要有商有量 但是可能在這個模式上 我就會是 想加入多一些 一些現代的管理模式 去令到整個流程 又或者管理上 更加暢順 至於你起碼要有一個 很大的 一個管理模式 甚至比較組織的管理模式 這樣的話 就可能 在我們這一代 第三代接手的話 會更加容易 用他們 上一代 我父母那一代的經營模式 因為他們 其實他們所有現在所做的事 是 靠他們的經驗 經驗我絕對是覺得 是很重要的一環 而我自己的經驗不豐富 但是我就是希望 想用我 在過去這幾年裏面 學到的東西 讀書讀回來的東西 再應用下去 只可以說 integrate 又或者 將它提升 提升 希望將品牌 可以搞得更加好 是 我所知 你所讀的 是一個工商管理的 一個課程 不過我也有機會 幸運見了幾次 你媽媽 多謝她上次 請我吃到的鮑魚 很好吃 我也和你媽媽有談過 當然 我知道 你對於 市場研究 條言 你應該都會有一定的基礎 因為你讀書讀過 但是我發現很有趣 你媽媽雖然沒有讀過 這些學術性的東西 但她真是很有趣 我和她談的時候 我記得我問她 她怎知道 那天的消費者集成是這樣的 她說她會 興奮地和顧客談 她會 看一些菜式 如果吃剩多的 她會拿來試味道是否有問題 甚至可能是抽檢查 廚師出來的菜式 她會試一試 看一看 我覺得 雖然她學術上沒有學過 我們可能 有些班門農府 讀過 但她在人際的月曆之下 她有很多經驗 累積出來 是丟進去運作 而導致了你們的食物 可能是水平那麼高 因為我知道很多名人 高官都會來吃 很多本場是回頭 故意去那麼遠去吃 其實我想知道 這種新舊的融合 在你的角度去看 你在媽媽身上 或者很多時候 年輕人都會說 是爸爸媽媽的套不合理的 有些可能是 有確力也套了 又或者可能是她不明白我想什麼 甚至說她們沒有學歷 怎會知道我們現在想的方法 我又很想看看 你怎麼看這個角度 在我來說 我是絕對 絕對 很認同我媽媽 現在她那種 管理的模式 又或者她 怎樣去 她的市場 好像你這樣說 她的市場觸覺是很高的 其實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不是讀書 讀回來的東西 未必應用到 而是我覺得 要加上你真的經驗 那個月曆 人生的月曆 加上你經營了那麼多年 你會是知道有時候 一些食客 她的習性 又或者其實很多東西 你也都看季節 加上我媽媽 她其實是 她很喜歡去看書 或者看報紙 看所有的東西 她會有時間 她就會帶我出去 可能去一下不同的食品展 又或者一些的展覽 甚至乎我們有時候 會去文化中心 去看一下一些的展覽 去看一下 究竟現在的市場 其實是適合什麼 又或者他們那個 雜性是怎樣 我們的溝通也是很緊 很密 我和我媽媽 是好像兩姐妹一樣 我們什麼都會談 她現在那種經營的模式 我覺得是 除了靠她的經驗之外 她真的對客 她會有一套 將她自己代入去客 有時候 我覺得有很多時候 可能在現在的做生意裏 錢是很重要 賺錢是很重要 但是在我們 尤其是做飲食業 飲食業也是 服務的一部分 而其實你的錢是怎樣賺回來 就是因為你的客 你沒有客人的話 你不會賺到錢 那你怎樣令到你的客人 會回頭呢 我媽媽那時經常都會和我 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你要客人回頭 你的食物OK之餘 他們是喜歡的 重要就是她的感覺 你要令到她肯回頭 你對她那種的服務態度 所有的事情 你是要各方面的配合 你才可以令到客人 會覺得我要回來吃 這件事我媽媽是很堅持 譬如在食品上的挑選 我們用料上 是很嚴格的 因為我們其實是在深井 深井其實是一個很格涉的地方 你如果不是住在附近的 又或者是荃灣的 其實你怎樣 你交通除非你開車 你都一定要轉車 已經有一個環境因素的局限的時候 如果客人進來吃了一次 價錢你說我們都是算中 我們不會說是很便宜 又不會說很貴 但是如果食物的不夠好 又或者是他們不滿意 加上服務的話 你和他們的溝通 各方面的事情 可能他們會覺得不值得再回來的時候 那我們就出問題了 明白 其實實戰的經驗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很重要 我覺得做任何事情都好 其實那個實戰是很重要的 就算好像在我讀完這麼多之後 有時候都覺得有某一些管理學上的東西 不是應用不到 只不過是你要真的要很多的fine tune 你要有很多的modification 你才可以把它放進去 以及最主要我們本身的模式 是一個很傳統的家庭模式 你要他們去完全截納 這麼現代的管理學模式 可能亦都不會配合到 我們現在本身的文化 明白嗎 是的 所以很多東西需要調教 我其實為什麼會調教 我其實為何會問你這個問題呢 我想聽這節目有些朋友 或者些在讀這些書的人 或者不出業的人 有些可能是學力會很高 有這些可能中途都是 なる10級上下 甚至有很多可能是 沒有讀的我讀過誌 可能 dreadisia 或實際上 我的角度去看 就是我的確教過很多不同類型的學生 你也知道 我發現了一件事很有趣 很多時候最厲害的學生 我都說過很多次 未必一定是學歷是最高的 反而學歷很高有時很自負 導致看東西更合襲 有很多時候你是經驗累積 加上個人的閱歷 以及願不願意吸收周圍的東西 而令到個人會否成功 我有一件事想再和你詳細討論一下 因為這個節目很重要 我一個信息想帶給大家 鼓勵一些年輕人去平時生活 去工作 去不斷尋求特報 其實我找你的原因 最重要的不是看預計那邊的營商模式 那部分我想看就是 你怎樣去看上一輩的人工經營 以及你的限制 最重要我想看回 因為其實過往 我知道有一段時間你試過大病 大病導致你一段真空的時間 那段時間過了 你出回來了 再做事 讀書 其實有一個真空期 有一個脫軌的時間 我想知道 其實很多人以為見到你 太子女 不用做 但我發現很有趣 就是 你由這個計數機計數 減少數 減少數 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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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裡去牆 即是飲菜 入廚房 飛來飛去管公司的投資 各方面你都會適合到 我很想知道 其實 我知道過往你未病之前 可能你的性格是一種性格 現在你完全是變了一種性格 是保險虛 願意學習和會關華人的人 我想知道你怎样看一个人的特质 什么特质你觉得才会影响到他做事 是有没有意义 我们不要说是没有成功识 有没有意义 其实因为我家庭的背景 其实我从小到大 真的可以说做一个很富足的童年 以前真的很大小姐脾气 又或者会觉得很多东西都是必然的 但是在我十四五岁的时候 开始经历了一场大病 为期都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在十多岁至二十年的时候 应该是很多年轻人的黄金时期 我的确那段时间是真空了的 但是就是因为我家人 我家人对我真的不离不弃的那种照顾和鼓励 是真的将我的人去改变 就是我发觉原来所有东西都不是必然的 我有这样的家庭环境 有这样好的生活的配套 再加上家人对自己的关怀 原来也不是必然的 就算你说你懂得走 懂得走 懂得呼吸 都不是必然的 你变成开始珍惜一些东西 和把握一些东西 是的 会知道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在自己控制里面 好像刚才你问到 你怎样才会觉得有意义 即未必一定是成功 其实在我来说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要去到多成功 我要做到哪一个 成功对我来说是什么 如果大家所拥有的东西 不是必然的时候 其实我已经觉得是很成功 因为就算你拥有很多 你对所有东西都不需要忧虑的时候 也好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满足的心 又或者是感恩的心的时候 其实可能你做很多东西 你都会只是为了做而做 你未必会觉得有意义 又或者是开心 所以我觉得最成功的是 怎样去令到自己和身边的人 都会觉得舒服和开心 已经很成功 你不能说你设定一个标准 我赚到多少钱 就是代表成功 我觉得不是这样去计 我明白 有另一个问题想看 因为你试过经历过很长迅 也试过经历 就算我当现在你好了 很多事情都做到了 但是你也一定有一个难处去适应 你觉得人的成长是建基于一个很长迅 因为很多的朋友也好 学生也好 就会说60年代70年代 我们要向上爬 其实有机会肯努力就可以了 现在不是的 当然有机会 但是竞争多了 机会多了 很多时候要很努力 但不是一定有回报 但是你最有趣的是 你经历过 一些很肯定 必然会成功的东西 但是你现在经历一些 其实是很崎嶇的一个路程 最后的目标 其实也未必一定是 你最早期所要求的成功 你觉得这班年轻人 我们年轻人应该怎么看呢 就是这么多挑战 这么多难处 是否代表我们做事的方法 是要很大的改变呢 和以前 其实我觉得不是的 不需要 譬如 如果 你想去做一件事 我觉得 只要你有行心 决心 毅力的时候 不要介意最初 是要付出多少 譬如 刚才你说到 我真的整间公司 由上至下的东西 我都会去试 因为 我就是知道 我自己有一个很天生的 可以说缺陷 就是 我真的没有了十年的时间 当我要去追回这十年 我所失去的事情 又或者我没有经历到的事情 时间是不会回头的 我就用我的 现在 我当是 我刚刚这五年 我才起步也好 我就尽量去看多些事多些 就是不要去计较那个得失先 我约 就是 我现在的心 既然我定了 我是真的希望继续去经营 家族这一盘生意的时候 我就要知道 我下支 那个厨房 洗手间 洗碗部 每一个部门的运作 我不下手下脚去做的时候 你是不会知道的 你是不会明白 还有有一件事就是 当你下手下脚去做的时候 你就会经历到 你那群伙计 他们是在经历什么 或者在做什么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 做老板不用休 用什么做 坐在收益部里 看看报纸收钱 我都以为 我还未认识你之前 绝对不是一回这样的事 因为 你如果对你的伙计 没有一个认同 又或者没有一个 将心比心的态度的时候 其实你是很难令到一群伙计 他很心甘命底 去为你拼命 就是我公公婆婆 以前怎样教我妈 我妈就是这样教我 就是说 你猜你是真的老板吗 他真的这样跟我说 他会说 你没有一群伙计 去帮你招呼一群客人的时候 你怎样会有钱 真正的老板 其实除了一群客人之外 就是你的伙计 你要懂得 怎样去尊重 你这群伙计 怎样去明白 他们有困难 有时他们的工作表现 可能真的有些失色 不只是骂 就算骂完也好 你要去了解 究竟是不是他有什么事 令到他感觉到 你不只是请我 不是一个真正主迫的关系 我觉得现在 我在学的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我希望 现在的年轻人也好 任何人也好 其实有很多事情 不要把自己 放在某一个位置 或者某一个地步 不如把自己 当自己什么都不是 其实是最好的 就是什么都不是 是的 然后 别人才会感觉到 咦 是的 你真的愿意去想学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相向的 当你真的被人感觉到 你是想学的时候 我觉得 他不会 对方不会论识 去跟你分享去教你 但首先就是 要自己 谐虚一点 不一定是说 读完个大学 有个学位 甚至乎碩士毕业 就代表你一定是高人一等 因为好像刚才说 六七十年代 起飞的时候 很多都是真的 打拼回来的 你爺爺的年代 是的 是的 他们全部 全部就是 你要有一个心去学 最主要 我挺感谢 就是你刚才说 你妈妈的东西 因为多数现在的年轻一辈 特别是学力高的班 出来做事 很多时候会觉得 譬如我也有些烟腾帮我手 我也有请同事在公司帮忙 一方面我也是老师 有些学生也会帮我 我看到 有些叫眼高手低 他觉得自己是这样的 但他很基础 基本上他都不知道 就想出来 我问他想做什么 我想做管理 我说管理很阔的 什么都是管理 市场推广到顶上就是管理 做金融的部门就是管理 accounting也有管理 我问他什么是管理 管理的定义就是做很多想事 策略各方面的事 我觉得不是说不给 亦不是说不可以 而视乎你有多少能力 当然我觉得 如果你一出 可能说得不好 你出世很有钱 含着金锁匙出世 你可能一开始 就可以很快去到那个位 但我又很尊重 如果你很基层的东西 你不知道 你将来升到那个位 你怎样衡量你的下属 用多少时间 你怎样跟他说 我觉得你做得不够快 不够好 他问你怎样做 你怎样知道 这个经验我觉得是很实在的 以前的人 包括我们的看法就是 经过阶段是重要的 如果你聪明的话 你可以比人快 过了阶段 但有一些很基层的 很根本的东西 你一定要认识 而你妈妈我觉得很好 因为在service marketing 你妈妈用了几样东西 她有看service encounter 就是顾客 由进来那一刻走 她的经历是什么 又感觉是什么 她有做sampling 有做research 甚至刚才你所说 你妈妈在整体去订阅策略方面 她真的是一个顾客的层面 很仔细去看 甚至在customer loyalty 各方面她也有很大的努力 但她没有读过 但她知道 我觉得等于我 我是担心的 我担心的 担心的 我担心的 我担心的 但我一开始做了很短时间 就转了做marketing 我当做marketing 人们会问你 你怎么认识的 那我就靠common sense 靠硬 靠尝试去试 靠学习 观察 问人 看书 周围有很多东西 你个人多厉害 我永远相信 就算周围的人多差 每个人的身足 身上你一定会学到 很少一些东西 这个视乎你怎么将自己去看 你永远摆到自己这么高 人家当然看不到 那你永远 学习就会被人玩 所以我很同意 我的看法就是 没有那些东西 不代表不可以做 没有这个学历 也不代表不可以成功 或者做某些东西 最重要是心态和态度 是的 你那个态度 若果你摆出来 是已经觉得自己是聪明的时候 其实 你学习的东西 会被你自己的看法限制 会限制 我以前也不是这样 我都会觉得 说得 或者叫 稀一点 就是一出生都是老闆 我用什么做那么多 是不是 你现在也是老闆 是 但是原来到真的 在自己康复之后 出来读书 原来真的觉得自己是很渺小 因为 根本除了就是那句 一出生已经是老闆之外 我是什么都没有 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 做一个老闆 其实要兼顾些什么 好 不说老闆 做低一级 当一个经理 他由 开头到去到经理的时候 他又经历了多少 我又不知道 所以我才开始慢慢明白 一件事就是 不是说你是老闆 就真的大了 你要去学 真的每一件事都要去学 还有就是那种 你要忍得 忍得是什么 老闆 说真的 老闆不是对的 有时候 我们也会有员工 会跟我妈妈说 不是这样的 老闆 其实你有没有真的去了解过 听下去 我妈妈好像很多 他的大方向是绝对正确的 但是始终 你人你不会认识了所有的东西 我妈妈会 她会去聆听 聆听也是一种很重要的 一种 一个人的性格 你妈妈管理的技巧 其实都包含了 内部客户 外部客户 对 甚至是一个 你要去愿意去聆听 别人给你的批评 说真的一句 如果他去被人批评 多少个心都会有些不开心 因为很正常 我觉得很正常的一件事 就是 你如果已经知道 那件事是不对的 你根本就不会去做 你会去做的时候 就是你觉得 我应该是对你才会去做 谁知道有人批评 就是说你不对 是的 你一定会有一些不开心的感觉 但是你要如何去调节自己 如果你一开始就起床 久而久之 别人就会不愿意跟你说 你就真的以为自己都对 但是我觉得不开心不要紧 最多先静一静 走到一边冷静一下 想一下 咦不如听听别人说 就好像刚才你所说 你怎样都会在别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整体的态度 是现在我觉得很多年轻人 未必会明白到的一些东西 就是可能他们真的以为 觉得自己的学识已经是学了 又或者他们会觉得 嗯 我有这样的学识 这样的人工不行 但是有很多东西 我当时我妈妈说了一句很真 有些什么不是用时间 经历金钱换回来的 你要想高多 再走上一点 爬上一点 你就是要摆时间 时间内包含了很多 就是很多 你可能要被人骂 要有很多不同的经历 开心与不开心 你才可以上到 你一定是要 有很多东西 其实真的要由低做起 你不经历过 你就算让你去到那个位 你都未必可以 驾驭到 我觉得 好 今天很多谢你 Maggie 你这么忙 抽时间上来 这些黑套话都先说 你其实在 我在你身上 我其实都学了很多不同的东西 包括你怎样面对疫境 今天时间 所有人说不了 但是我会很欣赏你对家庭的承诺 对你平时做义工 对社会的承担 甚至是怎样看个人面对疫境的成像 我今天都很多谢你和大家分享 我相信在在座听你的观众 都会很感受到和学到和学习一些东西 今集先多谢你 我也多谢你的邀请 希望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好的 我和你和观众分享 拜拜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 向你诚意推荐 iRead iRead 是什么你 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 公共出版服务 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网民等等 将他们的书籍 看物和blog等等 发成电子书 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观看电子书内容 这个就是iRead